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外 内政预防和打击腐败 司法改革 新访处理等工作也取得重要成果 做好街坊 花季投诉 取报 反馈 建议等工作 维护了当地的治安俊循 会上冠名墙副书记高度评价龙庆市近年来取得的成绩 同时 注意各地终点教育和提高干部党员的政治思想 落实05号指示 凑先学习 遵循胡志明思想 道德 作风 弘扬领导者责任一时 坚持对抗 阅防和打退退化局面 自我演变 自我转化 强强党委内部的团结统一精神 严格执行纪律 同内省劳动荣均与社会厅表示 同内省目前注册经营的企业超过42,000家 总本额超过25万亿元年顿 2023年 该厅主持协调各厅部门分支机构 对126家企业劳动安全卫生法规定情况进行了检查和清查 通过清查检查 发现不少单位和场所 会按规定全面落实职业安全卫生内容 如 会组织体检 会组织分类确定职业安全卫生责任 职业安全卫生计划的五项内容尚未完全制定 工作环境 未尽测量 测试或降空 为检查或申报使用对职业安全卫生有严格要求的 机器 设备 物资和物质 为对劳动者组织职业安全卫生培训 去此 检查组提出对38家行政违法企业进行处罚 罚管总额超过9亿越南顿 并提出意见 要求各单位克服 检查组的建议 均由单位接受 整改并上报 越南航空局决定 在4月30日至5月1日假期期间 对各航空港 机场 航空服务提供商 采取一级强化航空安全广制措施 根据越南航空局的决定 严格的安保措施在两个不同的实践范围内采取的 在内排机场 信善意机场 邦梅树机场 波莱古机场和连江机场 从4月27日至5月1日加强了安保检查 电变机场和该机场的空中交通场所 适用于4月27日至5月12日 越南航空局还要求越南航空公司 云屯国际机场 越南飞行管理公司和飞机技术有限公司 积极与当地公安协调和沟通 及时场卧情况 并做好处理可能发现的情况的准备 按规定保证与机关 单位的沟通顺畅 认证落实货物安全控制措施 审查并准备必须的应急响应计划 伊朗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布图拉西安 4月23日制责欧盟扩大对德黑兰制裁的决定 在查平台的帖子上 阿米尔·阿布图拉西安官长发文说 这因伊朗行使了自卫权回应以色列的侵袭 欧盟就迅速决定对伊朗实施更多限制 这令人一看 这评论是在欧盟外交部长于4月22日 同意扩大对伊朗的制裁 亦回应德黑兰本月早些时候 对以色列的报复性军事活动后发表的 阿米尔·阿布图拉西安先生 还呼吁欧盟对以色列实施制裁 欧盟制裁旨在限制向伊朗出口欧盟制造的零部件 这些零部件用于生产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4月14日 伊朗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以色列 亦回应以色列4月1日 哄袭伊朗州叙利亚领事馆 联合国4月23日表示 在南苏丹政府封锁联合国运载材料和其他金口户物的卡车后 联合国已开始减少违和巡逻 联合国南苏丹特白团团长尼古拉斯·亥索姆先生 在声明中强调 联合国对南苏丹政府阻碍联合国承包的卡车 金口燃料和其他重要物资表示担忧 这扰乱了支持盖国各地社区的违和 人道主义和发展活动 联合国采取上述取措 是在南苏丹政府对联合国卡车正受薪税之后 最新进展 4月24日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 斯蒂芬杜贾里克表示 目前南苏丹已保证不拦截人道主义援助卡车 但这些车辆尚未移走 以上是同来广播电视台的华语新闻报道 感谢各位收看 再会